這兩個濃度 如果這是10的-6的話 是這個減這個是10的-6 學者進入最後倒數 考生把握時間 只要老師解題 因為容易 它裡面有很多公式 然後還有計算 素養題它會 就要抓那個重點 對我來說比較難 自然科包含化學物理生物 和地科範圍況 學生擔憂也更多 但其實自然科 過去難度都不高 只要觀念熟都能迎熱而減 而化學老師求其 也特別為幾個單元畫上信號 化學的時事當中 不管你今天考什麼樣子的議題 第一個重點就是 它可能會出現一些 化學的分子出現 像是碳 它一定是接滿四件 所以你可以從這些 小細節當中去推出 這個分子當中 它的分子量是多少 國中學的元素周期表 長和化學件結合 沒有熟記解題就卡關 另外溶液酸碱和氧化還原單元 愛考的串聯題 床有污染 酒精和電池入體 而今年首次出現的手寫題 也要特別注意 整個做圖當中要特別的小心 包含說你在畫圖的過程當中 X軸跟Y軸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那還有每一格間距 它的距離全部都要抓相同 除了化學之外 生物實施題和疫情緊扣 想篩檢是針對病毒哪個構造 或是生成極蛋白都有可能好 而物理要注意以常見能力的分析 電磁感應等單元 而地科則重視圖表題 反射硬和再生能源等議題 至於魔王關卡實驗題 協定時則一定要寫下 明確的操作方式 同志人自然科加分泌劑 老師建議別再刷新題目和題型 應該先把握住基本觀念 另外也別被題目的新實驗方式嚇鬥 又從中找出自己曾經學過的單元 最後加強複習實驗器材和流程 鼓勵考學有力拚穩穩拿下非選題 才有可能王定標邁進 把訓練將您來成為台北聰報道